祠祭在园区举办西湖义卖 1月13号 祠祭基金会在佛教祠祭园区举办今年首次的西湖拍卖活动 现场的货物皆是扶持祠祭的大德们所捐给祠祭的全新用品 托二手衣服、玩具、家具用品等等 住在园区的附近的居民们 当天一大早就前往园区抢购职工们整理出来的商品 这项意外所得的款项将用于资助祠祭的各种慈善活动 祠祭志工施灵灵说 这种义卖在菲律宾称为乌改乌改 他们将回收来的新旧产品分类 即整理完善后就让这些产品延续其勿命 他们让左邻右舍的居民们 有机会来购买便宜又实用的东西 有的甚至是商业界的盛货 都是全新的产品 只是商店无法卖出而已 这次义卖的举动也是为保护地球的资源做一个正面的宣导 这些物资全部是由捐赠者捐赠的 他们认为附近社区也有需要他们 所以就把东西整理出来义卖 居民们如安东吴买了毛巾和一双足底按摩拖鞋 李奥买了凉鞋 约瑟夫买到一面镜子和一个时钟 爱迪生买了一个毛绒玩具和玩具件 桑尼带着一只巨大的泰迪熊回家 还有约翰为孩子们买了玩具球和可堆叠的托盘 大家都买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回家 尼尼他和他的女儿凯撒林说 这次活动不仅觉得自己是一个参与慈寂慈善事业 做出贡献的捐赠大德 也是一个与其他邻居分享福报的好机会 他们买了枕头、平底锅、慈济回收站收到的地毯 以及各式各样的玩具 他们感恩慈济为那些不富裕的人提供这种意买 在这次意买中 他们所花的钱将由于帮助比他们更需要帮助的人 慈济环保站接收尚可使用品质还好的家庭用品及商业物品 Chinacom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